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国华语新闻 我是主播王鹤 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 及清华大学等十一大校友会 联合举办的新春晚宴 2月27日在芝城西北郊金宝海鲜大酒楼登场 200多位会员会友们在元宵前夕齐聚一堂 一边享用丰盛年菜 一边欣赏校友们说学逗唱的真本事 其中网络当红的在美国词曲创作人孙诚的现场演唱 让全场观众随之嘻哈摇摆 气氛嗨到最高 27日的晚宴由科工专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科大、武汉大学、华中科大 以及华人金融协会等联合主办 协办单位包括大芝加哥地区、华人妇女商会、东北同乡会、江苏同乡会等 科工专会长周璐波首先向大家拜年 他提到虎年是跳跃的一年 他相信今年大家都可以在事业工作上龙腾虎跃 美国经济也将跳出经济危机 我想虎年吧就是一个跳跃的一年 所以大家都可以跳 如果说我们这些在座的这些人 如果有年纪高的人呢 那就跳高瘦 如果有这个corporate part 这个corporate letter出来 我就希望你们跳得更高的这个级别 然后我们这些学生们呢 能够赶快跳出这个学校参加工作 我希望美国能够跳出经济危机 然后大家都有工作 搞个信心 明天我们一起到这里来再来过春节 谢谢大家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黄平总领事 出席了晚会 他表示 科工专及各校友会 是中国当代的精英代表 大家在各行各业拥有一片天地 并繁荣成长 这也象征着中国未来光明无限 他号召各界新的一年团结一致 为传播中国文化而努力 特别的希望我们科工专和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11个校友会 你们代表着当代中国的精英 非常的感谢我们科工专和各校友会 在过去这个一年当中啊 给国家的发展 给中美关系 中美双边友好所做出的巨大的努力 我也非常的希望我们的这个校友会 科工专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头 继续的跟我们的华人社区很好的协作 在这里弘扬中国的文化 晚宴由王鹤及布瑞志主持 两位专业级的主持人 使活动妙趣横生笑声不断 各大校友会代表也陆续向大家拜年 在享用丰盛菜肴之后 多才多艺的校友们也端出精彩节目 两位年轻学子首先带来小提琴协奏曲 二拳音乐 充满中国风情的乐音 让会场洋溢 启庆的节日气氛 穿着喜气洋洋大红上衣的刘光辉 演唱了大江南 他嘹亮的嗓音 激扬的感情勾起大家 每逢佳节被撕亲的思乡情绪 在YouTube网上点击率超过5万的网络歌曲 在美国 其作词作曲兼演唱人孙诚 也来到现场 与搭档张宁演唱了这首描绘留学生 在美国心情点滴的RAP歌曲 两人高唱 助言助教还带实验娱乐全被剥夺 每天晚上寂寞难耐 只有论坛解渴的写实歌词 引起全场不绝于耳的掌声 尖叫声 反应十分热烈 业余歌手何音为当天节目压轴 他先后现唱多首歌剧名曲选段 动人的歌声赢得了满堂的贺彩 节目中还穿插了丰厚奖品的摩采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华语新闻 我是王赫 在芝加哥向您问候 祝您健康快乐 再见 优优独播剧名